二日,当天生日的杨蜜申请纽约,与去年一样为了工作而忙碌,有摄影工作室发出道蜜蜜最新补片,忙里偷闲的她尝试街头热狗,静静看网友行动的好,大蜜蜜简直蒙裤奶,把带帽子夹破洞牛仔裤一身街头露可,用无辜的眼神看着镜头,上蜜蜜上线了。 不过,到底杨蜜有没有将热狗吃到肚子里呢?看她的嘴唇如此鲜艳,吃的可能性不大。 时尚在这个组编章语带着杨蜜认识新朋友,小约在纽约格林仪智村的党铁咖啡厅,一边喝下午茶,一边与切啊拉法拉国提来自里杨蜜一位时尚博主聊天。 看杨蜜的笑容,这次的会面一定很高兴,不知道周围博主能否为大秘密带来新的时尚资源呢? 杨蜜生日这天,刘卡威在微博上筛出一张女儿小糯米的画作并发文,每年庆春的祝福里多了一位多才多艺的小美女,花季绝佳。 糯米妈咪,杨蜜生日快乐,随后杨蜜也转发了刘卡威的微博,历迫网上传托两人不合的传言。 据悉,9月12日是杨蜜的生日,当天众多圈的好友都准时为杨蜜庆生。 可能有网友指出,杨蜜生日当天,作为老公的刘卡威却沉默了。 随后,刘卡威的工作室还发声门解释,是因为手机号没有绑定的原因无法发文。 上,阮盈影在微博上中一组于老公和刘德华的合影。 招聘中,55岁的刘德华看起来气色很好,阮盈影身穿一袭黄色果胸链比短裤,露出大长腿竞鞋好身材。 镜头前的三人笑得十分开心。 日前,邹世明、阮盈影夫妇度假归来现身上海机场,邹世明则看上去晒黑了不少。 辣妈阮盈影身穿戴蝴蝶结领结的衬衫,伴学生妹情绪无敌。 穿牛仔短裙袖可还嫌不够性感,短裙的侧边还缺一块露出大腿。 阮盈影和邹世明一路玩手撒狗粮秀恩爱,下楼梯时也相互称服。 近日,邹世明、阮盈影一家人出现在上海机场。 一家人衣着休闲,体了融融,摊上去似乎是要旅行度假。 邹世明、阮盈影两人使之紧后十分恩爱,儿俩兄弟不绕在爸妈身边不停降圈嬉闹。 阮盈影不时注视着两个儿子,看到萱萱的衣领有些松开,他即刻蹲下为儿子整理衣服,绝对好妈妈一枚。 一家人托运行李时,萱萱和浩浩兄弟俩也是自己搬进自己的小旅行箱进行托运,一副小男子汉的模样。 邹世明忍盈影看到儿子搬运行李并没有上前帮忙,只是开始搬运自己的大件行李箱。 看起来这一家子似乎奉行的都是自己的事情。